上誇 嗨大家好我是MAY 歡迎來到我的YouTube Channel 今天很高興的來到MAY今天的健康小廚房 MAY你今天要做什麼 看到這桌滿滿的豆腐 應該猜得出來 今天MAY要教大家做 簡單又好吃的豆腐料理 嗯是素食的嗎 嗯...有雞蛋 而且有蔥蒜 但是沒有肉喔 這樣子應該算淡奶酥吧 嗯...算是蔬食 其實跟你們老實說 小時候是超級討厭吃豆腐的人 因為我不喜歡豆腐的豆味 但是長大後我發現 欸豆腐的營養這樣子很高 蛋白質很高 而且經過適當的調味之後 也可以搖身 也變成超級可口的料理 就即便是試肉者的我 有時候也會只想要吃豆腐料理而已 那今天呢 總共四道菜色 都是我在IG分享過 而且超級受歡迎的 第一道是雞蛋蔥燴豆腐 算是很家常又很好上手的 還有我經過研發改良過的 酪梨皮蛋蔥花豆腐 那第三道會是 秋葵味噌起司烤豆腐 最後會是韓式泡菜煎 板豆腐半熟蛋三明治 所以我覺得都是食材很容易取得 又很好上手 料理新手不用害怕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就跟著我開做吧 就跟著我一起動手做吧 第一道是超好吃的加強菜色 雞蛋蔥燴豆腐 準備的食材有板豆腐一塊 雞蛋兩到三顆 青蔥兩到三根 調味道的部分 醬油 少許的米酒 以及一匙的芝麻油 蒜頭以及辣椒 第一個步驟 拌豆腐先用廚房使勁 試乾水分 並切塊 在一個碗中將雞蛋打散 加少許鹽 並加上切塊的豆腐 使豆腐均勻地沾附到蛋汁 接著將我們的青蔥切碎 蔥白跟綠蔥分開 辣椒的話也是切碎 稍微的去紙 比較不會那麼嗆辣喔 蒜頭切碎 那這一道的食材很簡單 把這個 蒜頭辣椒跟蒜 我們都先切好 那蔥白跟綠蔥稍微的分開 所以一開始我們要先炒香 蔥白 蒜頭跟辣椒 然後最後綠蔥汁跟麻油 拌在一起 材料都準備好後 平底鍋開中火 倒一匙油 下剛剛的豆腐蛋液 讓豆腐鋪平 並等待約兩分鐘 觀察上色之後 可以用木鏟稍微的翻面 並盛起備用 醬汁的部分先混合醬油 以及米酒 爆香我們的白蔥 蒜肉以及辣椒 加入蛋以及豆腐 以及剛剛調好的醬汁 翻炒至收汁 最後大火拌入綠蔥 以及一匙的芝麻油 關火 撒上一點胡椒 起鍋享用 看起來很得意耶 對 我可以一次吃下一陣盤 嫩嫩的豆腐 與帶有焦香的蛋塊 裹著微辣的濃稠醬汁 那這一道主要使用的食材 是雞蛋和豆腐 所以真的是 對於蔬食的朋友 超級高蛋白質的一道食材 那我最喜歡搭配白飯 我配的是李麥飯 剛好都熱騰騰的 雖然它看起來是一道重口味的料理 但是裡面的豆腐 嫩嫩的跟蛋皮煎在一起 只有外面是有一些醬燒的味道 搭配一點蔥蒜的香氣 吃起來也是還蠻無負擔的 下一道料理是小廚神的得意之作 酪梨皮蛋蔥花豆腐 準備的食材 嫩豆腐一盒 酪梨半顆 皮蛋一顆 蔥兩到三根 薑一片 薑蔥跟海苔 醬油跟麻油 第一個步驟 先將薑磨成泥 妹一定要這樣磨薑嗎 一定要 我去其他餐館 沒有任何的皮蛋豆腐比我的好吃 薑泥就是一個很重要的精髓 所以即便手很痠 也要咬著牙把它磨完 如果你覺得時間沒有那麼多的話 可以不用磨那麼多 稍微用一點薑泥來提味 會讓整個皮蛋豆腐都變得超級好吃 很累嗎 開始有點累了 但是老娘有練過 重點就是會有用在這一顆 沒錯 將薑抹成泥之後 加入醬油一大匙 以及麻油小匙 若醬汁不夠濃稠 可以再加入一匙蠔油 或者是素蠔油 將蔥切成蔥花 皮蛋洗淨之後 剝殼 切片 東方寶石 東方寶石 是你亂編的吧 那我亂編的 哈哈 看到這個蛋黃 就令我流口水 露梨 去河 去皮 用叉子壓成泥 一般的皮蛋豆腐沒有酪梨吧 沒有啊 美獨家研發 關於豆腐的差別呢 像我現在用皮蛋豆腐 我就是用涼拌的豆腐 你不用煮它就可以直接吃 那其他像是 家常豆腐 板豆腐 雞蛋豆腐 然後他們都是 比較適合煎炒 就是它不會像涼拌豆腐 那麼那麼的軟 也會比較建議先煮過 或者是燉過 在嫩豆腐上 先淋上一半的醬汁 並加上酪梨泥 均勻的鋪平 鄭重的放上 我們的東方寶石 我給你剩下 接下來我們要淋上 第二層的醬汁 淋上剩下的醬汁 我們的蔥花 要給它加下去 請問剛剛那個手勢是必要的嗎 撒上一把蔥花 最後一海苔以及香松 點綴即完成 自製浮誇般的皮蛋豆腐 酪梨泥增添濃郁的清爽口感 這一道真的是我的小廚神創意 得意之作 很多人沒有辦法想像 酪梨跟皮蛋 搭配起來的口感 酪梨又增添一種濃郁的口感 配上皮蛋 還有自己調的 薑泥醬汁 完美的搭配 這個豆腐一定 又要再沾上下面的醬汁 配上一些酪梨啊 香松 第三道料理是 運用到烤箱的 秋葵味噌起司烤豆腐 準備的食材 拌豆腐一塊 秋葵四到五條 低脂起司一片 紅洗菇大約半包 準備食材 調味料 味噌醬一匙 以及醬油 那拌豆腐 先用廚房紙巾 試乾 我平常超愛吃秋葵 但因為秋葵它現在不是季節 所以我現在用的是冷凍的秋葵 當然如果你用新鮮的秋葵是更好 秋葵的黏液 對我們的腸胃是非常非常的好 秋葵切成小片狀 紅洗菇去蒂頭剝塊即可 接著混合我們的醬汁 醬味噌醬以及醬油 混合好就好囉 在拌豆腐上 加上一些紅洗菇 擺上秋葵片 淋上剛剛的味噌醬汁 烤箱預熱好後 180度先烤個7到8分鐘 烤到金黃上色後 加上低脂起司一片 等待約1到2分鐘至融化 哇 味噌風味的烤豆腐 搭配融化的起司 最後灑上一點香鬆 以及核桃 增添豐富的口感 這一道好像沒有在IG分享過 獨家的影片分享 是否超簡單 所以最後那個起司是 畫龍點睛的效果 嗯 我覺得加核桃很可以耶 那那個口感非常的多層次 就咬下去會有秋葵 然後又有味噌的香氣 用烤的方式可以讓 豆腐的整個口感 又變得稍微扎實了一些 很好吃 最後一道料理是 韓式泡菜煎 拌豆腐拌熟蛋三明治 準備食材 拌豆腐一塊 番茄半顆 香菇一到兩個 玉米筍三到四根 雞蛋兩顆 以及泡菜適量 洋蔥四分之一顆 蒜頭兩顆 全麥吐司一片以及沙拉葉 調味料醬油以及米酒的少許 那洋蔥切絲 番茄去籽 並切碎 蒜頭也是切碎 香菇去蒂頭切成片狀 玉米筍去掉蒂頭斜切即可 因為待會我們要煎豆腐 它裡面有太多水分的話 它會不滋不滋 讓它那個水會噴出來 對 所以要煎豆腐之前呢 建議就是要把裡面的水分都去掉這樣子 板豆腐立乾水分後 切成片狀 平底鍋開中火 加一匙油 以中小火 煎板豆腐 慢慢的煎 至兩面金黃即可取出備用 同一鍋 將蒜頭以及洋蔥先炒香 並加入香菇片 以及玉米筍繼續的翻炒 可以加一點米酒增添香氣 翻炒至上色 加入番茄水以及醬油 少許的水 中小火稍微燉煮一會兒 接著加入泡菜 以及剛剛煎好的板豆腐 稍微拌一下 在表面打兩顆蛋 蓋上鍋蓋 燜煮約三分鐘的時間 脂蛋白凝固 上鍋 味道很濃郁 咬到半熟蛋了 我覺得這個蔬菜搭配非常好 而且咬下去那個泡菜的味道 辣度還蠻爽的 搭配那個麵包跟沙拉葉 我覺得是非常健康清爽的一菜 很好吃 太開心了 一次成功完成四道簡單又好吃的豆腐料理 希望大家喜歡 那如果你自己有試做成功的話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 或者是在IG上面標註我的帳號 我看到了會超級開心 好嗎?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此啦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